中央和香港人看待普選的角度 那個最大的差異 是集中在愛國愛港和國家安全這兩方面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們交的民間報告 我們是表達充分的誠意 是就著愛國愛港和國家安全這兩方面 是提出了我們的角度 希望可以和中央政府 首先透過張曉明主任說一說道理 其實最有效去保障國家安全的 就是我們中央政府 能夠容許香港有一個真選擇的真普選 因為只要你信任香港人 香港人就會對國家產生更強的歸屬感 中國也會因此而贏得世界輿論的尊重和讚許 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正面的形象 表現出一個負責任 是守承諾的泱泱大國之風 這個也是有助我國在國際之間立足 我請問一下 可以說的是 我會有一次 反而我會有的 可以說到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